9月18号 我们在此的与天下卫视 共同举办了 秘鲁十天的探险之旅 文化之旅 那这次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我们分成三大区块 第一个是现代化的城市 立马 这个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那第二个 我们会去到的就是 古印加文明 也就是我们这次的 行程的一个重点 它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所谓的库斯科 库斯科是它印加文化 整个的首都 印加帝国的首都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首都 那我们这次呢 会在这里琢磨的很多 那另外一个行程呢 就是要爬山 带大家去参观 这所谓的失落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在山上 那所以我们必须搭乘货车 然后换搭巴士 我们上到山上去 那这个城市是所谓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参观 带大家去参观的 然后下山以后回到这个库斯科 在库斯科我们除了这些观光景点之外 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这次住宿的酒店是精选的 叫做Palacio这个酒店 它是属于这个古星级的古城堡去改建的一个酒店 这家酒店非常的古色古香 进到里面就好像进到了一个博物馆一样 满墙的壁画 满墙的这个彩色的图画 那所以非常的惊艳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享受 这个酒店的所有的设施 那到了晚上有空的时候 你还可以自己走到外面来 因为这个在城市的市中央 所以走在外面非常的安全 那只不过因为当地的标高是3400公尺 所以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 所以你要注意保暖的问题 那这是在所谓的Cuzco 那到了Cuzco以外 去了城外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印加峡谷 在印加峡谷里面 我们可以探访这所谓的马银鼠的故乡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除了参观它的所谓的梯田 参观所谓的盐田 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物 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羊駝 羊駝农场也在这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参观 那除了以上提到的两个地方以外 第三大区块 我们就是要带大家去参观 所谓的很难看到的热带雨林 我们众所周知的热带雨林 基本上都是在赤道的两边 那我们这个是在南半球 所以呢在赤道的两边 最接近的地方 我们那个城市叫做Ikitos 我们飞到那里以后 我们住在当地的森林宾馆里面 然后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精彩 早上清晨带大家去听虫鸣鸟叫 到了这个吃完早餐以后 坐船去游这个所谓的雨林区 在雨林区里面去观看 当地的特有的生物动物 然后有机会 运气好 可以看到它的日出 可以看到它的日落 甚至还有海豚在旁边拌游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一个特色 另外还有一大重点 食人鱼大家都听过了 可是钓食人鱼 我相信这个活动很少有人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地安排 让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钓食人鱼 然后烤来吃 所以让这个大家有这个机会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当然在这里还有印第安人的村落 印第安人的文化 很多当地的色彩的东西都会带在这个里面 所以行程非常的多 非常的精彩 所以报名要尽快 我们的报名节日期是8月10号